陆昭昭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即便给对方喂戏 他也彬彬有礼地敲了敲门 直到陆瑾瑶说尽 他才推门而入 推门的瞬间 玉叔便将桌前的陆瑾瑶轻松控制 啪哒 陆瑾瑶手中的布娃娃落在地上 陆昭昭笑盈盈地走进门 捡起地上的布娃娃 布娃娃穿着一身红衣裳 眼睛被挖去 舌头被割断 脸上被银针扎满 看着便令人心生恐惧 陆昭昭翻过布娃娃 娃娃背后竟然写着自己的生辰八字 他和陆瑾瑶只相隔半个时辰 你 你们怎么进来的 陆瑾瑶被这一幕吓得面色大变 正要开口喊人 便被玉叔死死捂住了嘴巴 小声点 再叫 我拧断你的脑袋 玉叔神情很辣 你竟敢拿小姐的生辰八字做妖 小小年纪果真恶毒 难怪 难怪能帮陆瑾淮剽窃 陆瑾瑶一双眼睛泛着狠辣 哪里像的两岁孩子 陆潮潮从未把他当孩子 他小小的躯体 藏着成年人的魂魄 原书中 他被抱在许氏名下 许氏联系他受辱 亲自为他母乳 每一次喂奶 他都会刻意将许氏咬到鲜血长流 许氏喂奶 当真喂到胆寒的地步 许氏疼他 超过三个哥哥 名下大部分资产和经营 也尽数留给了陆瑾瑶 然而陆瑾瑶 一边拿银钱养着背后的陪侍 一边接手许氏的所有人脉关系 再利用许家对许氏的信任 害得许家满门抄斩 他亲自藏谋逆之物 嫁祸许家 踩着许家满门鲜血 踩着许氏的尸骨扬鸣 他脾向虽小 可灵魂的恶毒 无人能挤 此刻 那凶狠的眼神 足以说明一切 他从头至尾 就没打算让许氏 以及陆昭昭活着 我来兑现诺言了 陆朝朝下巴一扬 对着地上那桶东西 挪了挪嘴 陆瑾瑶震惊地看着他 他被捂住嘴 可眼神中的杀意 毫不掩饰 单看那双眼眸 默认当他是个孩子 玉叔将他捆了起来 似乎此刻 他才知道害怕 当即眼泪汪汪地求饶 奇怪 我总觉得他身上 有种违和感 到底哪里不对劲呢 玉叔不明白 看到他那双眸子 甚至有些圣人 两岁的孩子 眼神这般阴暗 好似暗藏着许多心机 陆景瑶 是我的 你抢不了 陆昭昭踩在凳子上 亲自将一桶大粪 泼在他脑门上 啊 即便被捂着嘴 陆景瑶 依旧喊出了一丝声音 浑身都在颤抖 眼眶血红 好似要枪鹿 昭昭生吞 屋子里 弥漫着浓郁的臭味 陆景瑶 发疯似的哀嚎 一定要杀了陆昭 一定要杀了陆昭 甚至不断地反胃 不断地干呕 少打卧家人的主意 陆昭昭冷冷说道 屋外隐隐听的动静 门外有丫鬟敲门 姑娘 可是您在说话 丫鬟鼻子轻轻吸了吸 差点前呕出声 姑娘 屋里怎么这么臭 丫鬟低声问道 陆景瑶在凳子上 疯狂地挣扎 屋内传来 喷喷喷的声音 玉书早已打开窗户 抱起路朝朝 跃出窗户 顺着花园 摸出了小院 两人刚出小院不久 便听到一道 惨绝人寰的哭声 啊 哦 很快 忠勇侯府四处便亮起灯光 府内响起嘈杂声 护卫开始巡查 玉书面色微变 抱着路朝朝便一路狂奔 两人飞快地攥过狗洞 墙头外 容车抱起路朝朝 与玉书飞快逃窜 路朝朝趴在容车背上 咯咯咯直笑 此刻天色已经露出一丝微白 快快快回家 道夫人起床的时间了 玉书有些慌张 翻墙 翻墙进去 玉书折指路家大门 容车小心翼翼地翻墙而入 落地的瞬间 路家煞时亮起灯火 一抬头 许氏正坐在椅子上 默默地看着他们 容车 三人直接被抓个正中 容车惊愕地看着许氏 许氏发烧已经染上白霜 可见等了许久 容车还想给许氏留个好印象呢 谁知 容车欲哭无泪 灯枝使了个眼色 路昭昭当即道 梁青 昭昭梦游了 都游到门外了 是容车叔叔 宋朝朝肥家 灯枝无奈地服额 是吗 可我 已经在此等你一整夜 路昭昭 啊 你梦游还能翻墙 许氏横了容车一眼 路昭朝膝膝盖一软 啪嗒跪下了 御书啪嗒 也跪下了 容车左看右看 挠了挠头 也跪下了 跪天跪地跪父母 跪未来媳妇 不过分吧 许氏一惊 慌忙跳到一边 容车乃当朝一品镇国将军 男子汉大丈夫 能受他一拜的 也就皇帝了 你 你快起来 许氏咬牙看向他 容车摇着脑袋 是我的错 容车搭拉着脑袋 路昭昭也搭拉着脑袋 一大一小 跪在一处 近莫名的同步 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 许氏问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两人异口同声 那你认什么错 许氏无奈至极 你说我错 我就认 容车老实巴交地回答 娘说了 老婆说错 就是错 老婆说对 就是对 这样才能过上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好生活 许氏一夜 竟不知说什么好 你竟纵着他 欺负个孩子 许氏默忍住 戳了戳他脑门 不对不对 陆景尧不是孩子 许氏知道 陆景尧不是孩子 但容车不知道 容车脖子一扬 他又不是我家孩子 关我什么事 他指着陆昭昭 这才是我家的 陆昭昭咧着嘴 当即喊了声 爹 许氏老脸一红 什么爹 胡说八道 不许乱喊啊 神情慌乱 直接给整羞涩了 还有你 什么你家的 回去 回去 赶紧回你家 许氏指着容车 容车哦了一声 趁着许氏不注意 偷偷对着陆昭 招眨了眨眼 陆昭昭见许氏无心计较他 偷偷出门 笑得直咧嘴 以前不知道 有爹的好处 现在明白了 原来有爹是这样的感觉啊 犯错一起下跪 有罪一起扛 第162章 吃闷亏 你去忠永侯府做什么 裴氏本就不洗你 若是抓着你 欺负你怎么办 当初昭昭出声 裴氏便对他出手 许氏极其害怕 招招单独面对那家人 哦 我只是想 把屎盆子扣 陆景摇脸上 屎盆子扣陆景摇脸上 什么意思啊 许氏不解地问道 紫面上的意思啊 陆昭昭小声地回答 许氏撕了一声 小脸都拧巴成一团 你 真把大风扣他脸上了 许氏声音都破了 他做了三十几年贵女 从不曾干过 这模粗俗之事 陆昭昭小脑带瓜指点 愿赌服输 他自己和我赌的呀 陆昭昭压低声音 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 良清 我知道大瓜了 陆景摇 竟然不是爹爹青生哦 他趴在许氏耳朵 此话吓得许氏一愣 半想莫回过神来 你说什么 陆景淮不是轻声的 许氏猛地站起身 陆昭昭肯定地点头 玉书也听到了 玉书急忙硬道 夫人 千真万确 裴氏大概受到刺激 失去理智 竟然将尖夫带回侯府 尖夫来了侯府 静氏不肯走 只怕还要再生事端呢 许氏神色争忠 陆昭昭有些担忧 娘不会又想着回侯府吧 良清 您在想什么 陆昭朝小声地问道 后悔 许氏悠悠道 陆朝朝心头直 跳 后 后悔什么 小家伙声音颤抖 都快哭出声 他娘 不会要吃回头草吧 他开始考虑 若是让荣澄 暗杀中永侯 他干不干 后悔 莫跟你们一起去 许氏眼底满是痛快 催了一句 陆昭昭 活该 杀千刀的东西 这儿八斤青生的孩子 你不要 活该戴绿帽子 痛快 许氏红着眼眶 多可笑啊 陆远泽 为了陆景怀 将他们母女赶出家门 结果 留下的却是孽种 他甚至开始期待 陆远泽知晓一切的模样 哼 是他莫福气 他想要的戒缘 也被赶出家门了 梁青 你怎么知道我出门了 陆昭昭 戚戚爱爱地问道 该死 他到底怎么穿帮的呀 许氏瞥了他一眼 你出门时 是不是去厨房 偷鸡爪子了 许氏慢吞吞地问道 陆昭昭 不好意思地点头 一边走 一边啃鸡爪子的 只有你 和你的狗 淋淋散散地击骨头 从厨房一直到墙角 嘴边还有油呢 陆潮潮和狗 同时抬起爪子 偷偷擦嘴 宠物四竹 终究没错 许氏默默叹了口气 宰呀 还是上学吧 此刻天色大亮 府上有许多人来道喜 许氏强撑着疲倦 给招招洗漱完 这才出去待客 他虽然没遇到好男人 可儿女 为他挣足了脸面 刚合离时 曾经也有人落井下石 暗地里 讥笑嘲讽 可随着陆昭昭 被封为昭阳公主 长子中介缘 一切质疑 都被打破 陆昭昭 安然睡去 可忠永侯福 彻夜未眠 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陆景瑶一副被气疯的模样 抓着陪氏的手 几乎疯魔 是陆昭昭 是陆朝朝前的 哦 一边说 一边吐 陪氏匆匆赶来时 连衣上都没穿戴妥当 老太太狐疑地看着他 只觉他脖梗有些刺眼的红 可今日 陆远则并未回复 他 看错了吧 乖孙女儿 祖母的乖宝啊 陆昭昭竟敢这般胆大 夜里 前进侯府 老太太有些怀疑 定是许时云指使他钱的 他一个两岁孩子 怎会有这般大的胆子 陪侍心疼陆景瑶 心疼地直落泪 他已经给陆景瑶洗了三遍 可浑身上下 依旧透着股臭气 护卫呢 有人前进府里 竟然没人发现吗 老太太气急 混账东西 竟然毫无察觉 我就说 府上侍卫不能少 老太太拐杖在地上 处得咚咚作响 陪氏眼下 眼底酸涩 侍卫不能少 可你倒是掏钱啊 报官 我要报官 陆景瑶哭着道 不能报 不能报 老太太和陪氏一口同声 陪氏面上危僵 他和拼头在府上私混 若是被堵在侯府怎么办 老太太叹了口气 瑶瑶 陆昭昭两岁孩子 潜入侯府 给你脸上扣式盆子 你怎么报 你的脸面 侯府脸面还要不要 老太太也心疼孙女儿 可侯府真丢不起这个脸 阴住陆景怀中 借缘这个乌龙 侯府已经丢不起人 难道 就这磨散了吗 陆景瑶捂着脸颊哭泣 凭什么 凭什么所有人都宠着陆昭昭 凭什么 瑶瑶 祖母知你不甘 可你是个姑娘家 你的脸面更要紧啊 护国四方丈 说你贵不可言 若因此坏了名声 可怎么是好 吃戏的名声 可不好听 陆景瑶神色微顿 他想起梦中 太子对他百依百顺 只得闭嘴 眼神中的不甘和杀意 却毫不掩饰 娘 我瞧着府中进来极其不顺 不如 请个高僧来府中坐镇 您看如何 陪氏思索片刻 看着老太太到 他捏紧帕子 似乎有些紧张 好 此事交给你去办 老太太摆了摆手 好似极其疲惫 陪氏威喜 娘 高僧难请 只怕需要娘 他尴尬地看着老太太 老太太面色一沉 真是欠了你的 什么都要我一个老婆子掏钱 你学学许氏 进门十八年 什么时候 问我要过钱 老太太拐杖 在地上敲得直响 陪氏面露难堪 心想 你这魔满意许氏 还不是 把他逐出家门了 摸摸 拿五百 不 拿三百两给他 老太太心疼地直抽抽 他家底子薄 这些年 全仗着许氏给的孝敬钱多 要不是你当初带着许氏的簪子 出来嘚瑟 被他亲自抓住 又怎会掏空家产来补嫁妆 老太太又恨又气 陪氏尚未进门时 婆媳俩奉访若亲母女 可真正进门 却又互相生厌 果真 谁当家 谁讨闲 当年以娇美著称的外事 短短一年 就被熬成黄脸婆 许氏人傻钱多 又大度 这些年 让老太太攒了五万多两 可当初陪氏出来逛街 被许氏当众抓住 侯府未了补嫁妆 老太太一口气 含了三万 还有两万 当初许氏合离 将侯府搬成个空壳 她又花了两万 修缮侯府 即便如此 侯府也显得极其 平民风 毕竟 许氏一个平风 就花两万 可现在 整座侯府加起来 才花两万 当真 家徒四壁 有一说一 许氏赚钱能力 当真少有 若是男儿 只怕皇上也能争一争 只不过 她也看不上 老太太由奢入简难啊 当年吃不完的鲍鱼燕窝 如今 只配吃粉条 娘 三百两只 怕有些少 裴氏捏着手中银票 看着老太太 老太太气得直痒 老娘真是欠了你的 她还剩六千多两 那是她的棺材本啊 跟着许氏 过了十八年好日子 她还从未有过 如此窘迫的生活 裴氏入门一年 一再削减府中 吃穿用度 丫鬟怨声再道 她又何尝不是 许氏急气看重吃穿 春夏秋冬的衣裳 都是掌柜亲自上门量身 头面更是毫不小气的买买买 裴氏呢 不提也罢 再给两百两 老太太恨恨到 裴氏捏着五百两银票 瞧见老太太眼底的厌烦 微微咬住下唇 娘 实在是咱家最近不顺 娇娇想要拜一拜 您瞅瞅 自从侯爷和离 被陛下斥责降职 怀根相试 分到十号 又大病一场 好好的借缘 成了陆燕书的 这一桩桩 一件件 您说是不是 裴氏语气柔柔 说话有理有据 竟让老太太平息了怒气 老太太神色微动 陆景瑶吐得开口 咱家所有的契约 好像都到了陆昭昭身上 他讨国债 当昭阳公主 咱家越来越倒霉 陆景瑶随口嘟囔着 老太太眼睛猛的一变 裴氏看了眼老太太 又见女儿轻轻摇头 裴氏便闭了嘴 听说啊 有的人会吸气欲 陆景瑶斟酌说道 难怪今年如此不顺 这死丫头 当初就该溺斃 老太太 眼底露出一丝狠意 现在 她被许氏护着 咱们还能做什么 老太太怒斥一句 只恨当初 没除掉路昭昭 孙女听说 生辰八字可以诫命 若是能把她的命 借出去就好了 陆景瑶不经意说道 老太太眉头微跳 老太太将此事 暗暗记在心中 便不再说话 待老太太离开 陪氏才心疼地抱着陆景瑶 屋中四处点了熏香 庞扶都盖不住那股臭味 娘 瑶瑶好不甘心 委屈我的瑶瑶了 你放心 娘定给你报仇 她那条贱命 我看有几天可以见 陪氏捏着五百两 娘 你去朱雀街看看 陪氏一愣 朱雀街 那边住的都是前朝最臣 甚至前朝皇室薛家 都住在此处 先皇推翻前朝后 未表现仁义 并未将皇室赶尽杀绝 也因着这一举措 笼络了许多前朝臣子 继续为北昭效力 但皇帝 对于朱雀街的监视 从未停止 毕竟 皇帝也不知 朝中还有多少人 心系前朝 薛家还想推翻北昭呢 可唯一的皇室血脉 快不行了 陪氏眼睛一亮 陆昭昭是昭阳公主 皇帝亲信 前朝皇室薛家 必定恨到极致 若能诫命陆昭昭 给薛家续命 薛家 只怕毫无顾忌 天一亮 陪氏翘无声息地 将拼头送出了门 送到城外十里 你剃度出家吧 三日后 我接你回府 以高僧身份 住在侯府 男人当即欢天喜地地离开 陪氏又返回城中 借故在朱雀街附近 转悠一圈 倒也不曾与薛家接触 他还不想死 只隐隐透露出 朝阳公主八字印 气韵强 难怪陛下收他为一女 引起薛家兴趣 万万不可将朝朝的八字遗失 当心被有心人借运借命 陪氏看着丫鬟 丫鬟将白纸藏在荷包中 两人又在城中转悠一圈 这才施施然回府 一进侯府大门 写八字的纸可还在 他问道 丫鬟一摸荷包 果然 荷包中空空如也 陪氏笑得县衙不见眼 摸了粒碎银子赏给丫鬟 丫鬟这才笑名你的谢恩 此刻 皇帝也正为薛家发愁 祭祀 薛家有什么脸面求祭祀 若不是先皇心软 当初就该绝了前朝陵墓 宣平帝烦躁地将折子一扔 非要养着 以示皇安 如今 将烂摊子留给朕 朝中那群臣子 表面上效忠朕 背地里还关注着前朝呢 如今 朕反倒不好动手 皇帝眼露凶光 太子翻看奏折 竟有不少朝臣 同意薛家祭祀 薛家皇陵尚在 薛家想祭祀 自然要宣平帝同意 估摸着 是薛家最后的血脉不行吗 想要祭薛家皇陵 留下最后一丝血脉 皇帝淡淡道 眼底怒意汹涌 若能彻底断了前朝的念想 那便彻底安稳 皇帝手指在桌上清点 彭扶在思考什么 听说薛家最后的血脉并重 若能就此 就此断绝血脉 多好 陛下 方才探子传来消息 薛家似乎想要诫命 给薛皇续命 是的 他们暗戳戳地取薛皇 同音薛皇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贱命 皇帝一愣 是 他们寻了个 气韵不凡 负责身后之人 贱命 大太监低垂着头 深怕陛下动怒 甚至宣称 贱命成功 甚至能光复前朝 大太监闭了闭眼睛 只怕皇帝茶掌能摔他脸上 贱谁的命 竟能颠覆北朝 皇帝气急返校 昭阳公主 皇帝面上的笑意 缓缓一致 你说谁 他们想借谁的命 皇帝咬牙切齿 骂的 借老子大腿的命 太子却是笑得眉宇弯弯 大喜 大喜啊 瞌睡来了 送枕头 父皇 你抱上一条好大腿 太子酸溜溜地看着他 您的心病 马上要到病除 甚至 能以绝后患 陆昭昭的命 岂是凡人能借的 相试后 陆艳书明显忙碌起来 每日同窗切磋 以及准备来年二月的会试 临近年底 天气越发寒冷 四皇子在陆昭昭身边 沾了些许灵气 渐渐也能恢复正常生活 已经进入国子渐入穴 质子玄济穿 依旧兢兢业业地 守在陆昭昭身边 昭昭 昭昭 荣彻趴在墙头上 小声地唤着陆昭昭 昭昭 帮我把簪子放在你娘床头好吗 荣彻亲自给许氏做了个发簪 小心翼翼地递过来 陆昭昭双手背在身后 荣叔说 那是卧亲娘 我是会出卖娘亲的人吗 陆昭昭即将两岁 说话也越发清晰 荣彻一言难尽地看了他一眼 从兜里摸出个油纸包 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烤羊肉包子 刚出炉 滋滋冒油 陆昭昭了咽口水 这 这不是吃不吃的事 我不能出卖娘亲 陆昭昭眼神直溜溜地看着油纸 真香啊 荣彻又掏出个油纸 这次 香味更加浓烈霸气 陆昭昭深深吸了口气 真香啊 烤羊腿 鲜嫩爆汁 刚出炉的 陆昭昭口水直流 清咳一声 双手接过烤包子烤羊腿 下不为力啊 我这不是出卖娘亲 是给娘亲多提供选择 陆昭昭重重地点了点脑袋 荣叔叔放心吧 陆昭昭摆了摆手 荣彻眼巴巴地送他远走 陆昭昭拿着簪子刚入门 便听着灯支进门禀报 夫人 钟永侯府那边 说是老太太快不行了 强撑着最后一口气 想要看看几个孩子们 刚刚陪侍亲自前来报信 许氏眉头一皱 当真 可请太医看过 许氏狐疑地问道 孩子们虽说已经被逐出族谱 且已经断清 但老太太若真不行了 几个孩子难免走一遭 否则 会被世人戳几两骨 听说请了太医 陪氏说 若几个公子来不及回侯府 可请昭昭先过去 登之仔细回道 许氏眉头紧锁 他并不愿孩子们回侯府 昭昭 不行 许氏当即回绝 但老太太若真的就此撒手人寰 作为曾经的孙辈 连最后一面都不肯相见 只怕会被千夫所指 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 脱生在侯府 即便已经断清 但临终告别 却是躲不开 要死都不安宁 许氏暗骂一句 陆昭昭隐约听的祖母 不行了 便将簪子递给玉琴 他带着玉叔偷偷出了门 酿青太忙了 昭昭要帮酿青做事 陆昭昭小心翼翼地摸出银子 找到棺材铺 叔叔 我要买棺材 我祖母死了 要最大最好的 他递上银子 玉叔嘴巴动了动 只犹豫的功夫 掌柜便已经收钱 最贵的棺材 三百六十两 请问送到哪一家 钟永侯府 陆昭昭红着眼睛道 祖母走得急 府上墨被棺材 小家伙认真道 掌管请了四个人 抬着棺材 跟在陆昭昭身后 陆昭昭前头引路 小姑娘 你去哪里啊 沿途有人问道 我祖母死了 小家伙一一回道 昭阳公主 您这是去哪里 有朝臣恰巧路过 上前见礼问道 陆昭昭 奶声奶气回道 祖母死了 昭昭去送她 朝臣一惊 当真 真的啊 裴夫人亲自来报的信 陆昭昭认真真回道 她亲耳听到的 祖母不行了 御书站得远 压根没听到 但她知道 裴夫人在门口候着 裴夫人确实在陆昭门口等着 哎呀 怎么吐得就报丧了 朝臣大惊 钟永侯陆远泽 在朝堂虽不打眼 但老钟永侯 却是这儿八经的开国功臣 大家看不上陆远泽 但看在老侯爷的面上 老夫人生死 只怕同僚也要过去祭拜的 朝臣当即匆匆离去 转头便将消息传开 钟永侯府老太太 不行了 众人皆是备好一切 准备上门调宴 陆远泽刚出宫门 便听得同僚满脸悲痛地劝道 陆侯爷节哀 陆远泽 同僚现她迷茫 这才到 老夫人没了 这回 大家都前往侯府调宴 准备送老太太一程 陆远泽神色大变 身子一抖 若不是小私服得快 他只怕要当场倒下 娘 没了 陆远泽双眼通红 当即颤抖着对同僚道谢 红着眼睛赶回侯府 陆昭昭买的棺材缸 抬到侯府大门口 便碰上吊咽的众位大臣 还有哭着回家的钟永侯 娘啊 娘 您这辈子还未享福啊 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陆远泽还未进门 便哭着喊道 门房听的动静 瞧见门外乌鸦鸦一片人 吓得白了脸 吼 吼也 怎么 门房想起府内情形 偷偷打了个哆嗦 陆远泽压根没注意 门房苍白的脸色 质量呛着进府 吊咽的众人 对昭阳公主献礼后 意识进了大门 推开德善堂大门 娘 您走的 陆远泽哭嚎声 戛然而止 直接呆着在门前 棺材到了 请让让 抬棺材的小伙子 直接撞开院门 抬着一口厚重的棺材 入了德善堂 请问 侯府老太太在哪里啊 可要早些入棺材时 小伙子擦了把汗 问到面前的老太太 此话一出 老太太指着她 哆哆嗦嗦半想 说不出话来 府中下人早已惊呆 看着这荒唐一幕 娘 您没死 陆远泽声音都带着几分尖力 现在这个情形 老太太 还不如死了 老太太瞧见眼前乌鸦鸦一大片人 手上皆是拿着吊咽之物 拖得大喘气 差点直接送走 早上 陪夫人来家中 说您死了 要招嘲过来啊 陆招招奶声奶气地回道 招招用压碎钱 给祖母买了口大棺材 招招是不是 最孝顺的仔 陆朝招拍了拍自己 一副骄傲的模样 老太太颤抖着手指 指着陆招招 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众人瞧见老太太 好端端坐在院中 面面相去 陪氏报什么丧 您还好好活着呢 陆远泽气急 老太太紧抿着唇 眼皮搭了 神色晦暗 她原本装病重 打算骗路朝朝过来 拿她贴身之物 得薛家做法诫命 可她 怎能说出口 祖母 您要躺进去试试吗 看看合不合身呀 陆招招指着棺材 孽障 你这是诅咒我 老太太气得倒痒 憋得面色通红 眼中几乎要喷火 陪夫人来府上说您不行了 谁诅咒了 玉叔当场反驳 陪夫人还哭着来的呢 不幸到处问问 大家可都看到了 陆远泽 哪里不料解母亲 见她说话寒寒忽忽 只怕有猫腻 她咬了咬牙 当场道 母亲年迈 近日饮有些糊涂 麻烦大家白跑一趟了 明日远泽 必定登门道歉 陆远泽厚着脸皮 给众人道歉 她喜爱昭昭 只怕是想念孩子 才出此下策 一时犯了糊涂 给大家添麻烦了 陆远泽心口都在发麻 自从许事和离 钟永侯府 天天闹笑话 日上京城头版新闻 如今 更是盛传老太太死了 陆远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朝臣劝走 陆朝朝气气哀哀哀的 看着老太太 扭扭捏捏 似乎想说什么 祖母 我是你最棒的仔仔吗 陆昭昭眼巴巴的问道 老太太冷哼一声 等你死了 我可以吃第一轮席吗 陆昭昭小心翼翼的问道 老太太暴怒 气得脑子一阵阵犯晕 聂隶啊 咒我死啊 聂隶 你就是来讨债的 我怎么有你这个孙女 老太太气得心肩肩疼 整天惦记着吃席 吃吃吃 没出息的东西 脑子里只知道吃 你看看景瑶 再看看你 老太太怒斥 陆昭昭失落地瞥了她眼 这魔鬼的棺材 席都不给吃 早知道 送她一床烂草席得了 陆远泽看了眼陆昭昭 如今 她可是皇帝腾坐眼珠子的昭阳公主 她甚至不敢大声责备 娘 您今日到底闹什么 您要侯府成全京城笑话吗 陆远泽神色疲惫 老太太沉默片刻 我只是想念昭昭 你能不能留昭昭在府上小住几日 老太婆 你想屁吃 陆昭昭双手插腰 娘 昭昭如今已不是侯府人 陆远泽声音干涩 怎么不是了 她生是陆家人 死是陆家鬼 竹出族谱又怎么样 断亲书又怎么样 那都是你的血脉 老太太恶狠狠地说道 行了娘 昭昭已经上了御碟 她是皇室人 她是昭阳公主 不是你赵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孙女 陆远泽神色严厉 她如今不得皇帝喜爱 不敢再得罪陆昭昭 老太太不甘地看着她 良久 才败下阵 那 可否让昭昭留一件衣物 给祖母做个念想 全当了却这场缘分 老太太似乎退而求刺 陆远泽看向昭昭 昭昭 你愿意吗 陆昭昭翻了个白眼 当然不愿意 老太太道 我拿钱买 可以吗 陆昭昭眼珠子 滴流滴流转 比了三个手指头 老太太咬了咬牙 让奴仆取来三千两 眼神阴狠地看着陆昭昭 死丫头有命拿 没命花 陆远泽只觉那股围和 越发明显 老太太讨厌陆昭昭 可如今 老太太花三千两 买陆昭昭衣物 简直荒谬 老太太手中银票 用红布包裹 问道 陆昭昭 我用三千两 买你身上织物 你可愿意 一字一顿 极其清晰 陆昭昭瞅着天空中 汇聚的灵气 哟 借命 借命之法 哈 陆昭昭差点笑出声 借我的命 你认真的吗 陆昭昭点了点头 老太太眉头一皱 你没张嘴吗 回答我 陆昭昭笑眯眯道 我愿意 声音清脆响亮 借命之事已成 再无反悔余地 老太太眉宇 含着一丝喜意 飞快地把钱塞路 昭昭怀里 陆远泽不傻 瞧见老太太 彭扶誓约般的问话 隐隐猜到些眉目 老太太横了她一眼 陆远泽眼底一狠 陆昭昭早已逐出家门 不是陆家人 一切 都是活该 你 没有什么话说吗 陆昭昭问了钟永侯一句 名义上的生父 若他阻拦一句 陆昭昭便会给侯府一次机会 连爹都不会叫得孽障 本侯能有什么话说 陆远泽痴笑一声 陆昭昭笑了笑 将随身手卷递给老太太 这是我从小用到现在 有我的气息 老太太闻了闻 还有丝丝奶气 当即满意地收起来 带陆昭昭离府 老太太面色一垮 她的生辰八字 我卖了五万两 你别多事 全当不知罢了 她这条贱命 能给贵人续命 是她的福气 老太太声色俱立 陆远泽一语不发 沉默着离开 而陆昭昭前脚出门 后脚玉书便后悔 母必听说 有的大师会用生辰八字 和贴身衣物做怪 侯府不会想害您吧 方才玉书没反应过来 如今怎么想怎么不对 陆昭昭黑黑一笑 巴不得做怪呢 不许告诉梁青 陆昭昭一摇一摆地回家 若是太子在此 便会知晓 这是她一贯算计人的模样 她一回府 许氏早已坐在堂前 她骗人 她没生病 她骗咱们的 小家伙告状 你这丫头 竟然给老太太送棺材 可要将她气死 她没为难你吧 许氏仔细检查 发现没有异样才作罢 没有呢 梁青 陆昭昭捂着嘴偷乐 嘿嘿 好戏要上场了 许氏一愣 想要再偷听两句 便献她带着玉书扬长而去 夜里 十月的天 已经越发寒冷 深夜 渐渐起了白雾 白雾笼罩 伸手不见五指 陆昭昭躺在床上 只觉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 陆昭昭 你可愿介受五十年与薛黄续命 陆昭昭 你可愿介受五十年与薛黄续命 耳边不断地盘旋 旁扬她不开口 声音便不愿离去 陆昭昭 你难道 好 话音刚落 她体内便被抽出一道细细的光芒 顺着天边飘去 那是她的寿源 陆昭昭笑眯眯地坐起身 陆昭昭有七个弟子 乃天界神灵 主掌三剑 而她 作为他们的师父 可与天地同寿 向天界五十年寿源 谁的脸那么大 皇帝祖坟都得炸 怕是活腻歪了 让我看看 谁家祖坟炸了 朱雀街 薛家 深夜 薛家后院点着微弱的灯光 隐约能听见后院传来哭声 华 我的华啊 你一定要挺过这一关啊 满身风霜的女子 病肩已经染上白发 她在床前痛哭 二十多岁的男子 病痒痒地躺在床上 脸上煞白 丫鬟扶着她 靠在床头 喝下一碗红艳艳的东西 苍白的嘴唇 沾热红汤 留下一抹烟红 显得有些瘆人 娘 借到瘦了吗 薛黄虚荣地问道 听说童子 显能延延益寿 这几日 她时不时饮用一碗 可依旧毫无好转迹象 薛家的地下室 藏了两个小乞丐 哪有那魔容易接受呢 需要气运过人 扶持身后 八字过硬的人 才能接受成功 而这等人 一般家境优越 又哪里愿意接受 女人嘀嘀地叹了口气 薛黄眼底 闪过一抹狠意 我是薛世皇族 唯一的子嗣 能为我接受 是他们的福浅 谁敢拒绝 难道他们不想 光复前朝吗 咳咳咳 男子剧烈地咳嗽 也是咳嗽 那张嘴 显得月圣人 百姓都是白眼狼 当年吃着我薛家的饭 如今却歌颂 北昭皇帝的好 明明是北昭皇帝篡位 推翻了薛家天下 我薛家列祖列宗 如何安心啊 屋内乌鸦鸦跪着一群人 前头几个老人 已经白发苍苍 眼底皆是恨意 先皇未了限制薛家 虽留了薛家一命 但不许薛家三妻四妾 开之散业 薛家灭国 本就遭受重创 这些年 仅仅依靠正妻 也勉强生了俩儿一女 偏生 只活了薛黄一人 更让人糟心的是 薛黄成婚十年 至今无子 宣平帝无时无刻 派人监视薛家 唯有深夜 薛家才有喘息的空间 高人那边 准备的如何了 薛黄问道 话音刚落 便听得门外有人低声禀报 成了 介受成功 只等明日 趁着祭祀做法 小丫鬟嘀嘀地回道 薛黄眼底 迸发出喜意 屋内众人 皆是喜极而泣 有救了 我薛家有救了 薛黄面露喜意 昭阳公主 生辰八字极好 乃薛平帝最疼爱的一女 若能借她受缘 定能沾几分气韵 还能 重创薛平帝 让薛平帝痛不欲生 薛黄冷笑 该死的薛平帝 也常常心痛得滋味 昭阳公主 能为薛家诫命 光复薛家皇室 是她的福气 白发苍苍的老者 激动得落泪 妇人当即道 让人准备明日祭祀所需 再禀明皇帝 我薛家 要祭薛家皇陵 薛家虽是王国君 可几十年 不曾祭祀先祖 难道薛平帝制 也要拦吗 薛黄强撑着一口气 当即让人送书信入宫 此刻 皇帝看着案前请求 冷笑一声 当真可笑 薛家都亡国了 还祭拜什么皇陵 行 要作死 朕不拦你们 皇帝当即道 薛家要祭皇陵 要祭先祖 那便由着他们去 并将前朝旧臣 全部送去同行瞻养 朕不予追究 不予降罪 皇帝大笔一挥 直接给了的大恩赐 大太监看着皇帝 陛下气猛了 平日里陛下可忌惮 薛家联系旧臣 如今 气疯了 去 都去 朕绝对不降罪 皇帝眉宇露出笑意 戒吧 戒吧 你戒谁都不好 你戒招招的 开什么玩笑 先皇死了 都要上来托梦 让朕小心对待 能让你们戒受成功 朕让你们亲眼看着 薛家如何自取灭亡 省得你们惦解 皇帝招手换来暗卫 虽之小招招厉害 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等天亮 将招招请进宫 若招招有爱 便立即放信号 打断对方接受 是 第二日天亮 陆招招便被请进了宫 陆招招像个小马鞠似的 冲进皇帝怀里 皇帝跌跌 哎哟 朕的心肝啊 快 让朕抱抱 看有没有胖 皇帝拎起来 则 这小家伙 真壮实啊 梁卿说 女孩子不能说胖 陆朝招 乃声乃气道 好好好 朕不说呀 真乖 皇帝越看越喜欢 当即抱着他出门 上了宫中最高的楼 太子一时跟随其后 瞧见九层塔 神色微微一暗 拳头悄悄握紧 这是什么塔 陆招招看着眼前九层塔 颇为惊奇 九层塔守卫极其严格 除了明面上 还有许多隐藏的暗卫 这塔中 供奉着北昭圣物 便是上次西月寄予的东西 圣物 是北昭历代皇室守护的东西 九层塔外看守重重 指皇帝和太子可入内 皇帝抱着他 一步步上塔 太子紧随其后 太监在塔外等候 这是历代皇帝 以及太子才能进入的地方 九层塔顶上 是北昭之星 北昭世世代代看守之物 一代传一代 只知 北昭之星在等待他的主人 传闻 北昭圆是一片荒芜沼泽 寸草不生 生灵难以存活 直到北昭之星降临 这一片大地才焕发生机 大地开满鲜花 生灵得以喘息 当然 只是传说罢了 皇帝笑着道 太子定定地看着塔内 或许 不是传说呢 声音微低 听不真切 皇帝只带着路昭昭在外围 并未进入塔内 薛家皇陵离京城不远 站在九层塔 也能瞥见几分响动 祭祀开始了 太子收敛情绪 语气淡淡 此刻 薛家亦是心情澎湃 宣平帝竟然让旧臣一同祭祀 薛皇热泪盈眶 一朝天子一朝臣 今朝不认前朝人 当年薛家残暴治国 先皇奋起反抗 推翻暴政 为了避免更大的动荡 将主要职位留给亲信 便保留了一部分旧臣 旧臣当年为了求先皇饶薛家一命 已经惹得先皇忌惮 此刻 瞧见薛家皇陵 老臣们皆是眼角泛红 到底是曾经侍奉过的君王 两班人马 皆是两眼泪汪汪 高人手持扶沉 身上穿着道袍 此刻在襄岸前 低声吟唱什么 薛家所有人跪在襄岸前 薛皇跪在卫首的位置 东西拿来 高人一伸手 女子便递上陆朝昭的手绢 又将写上陆朝朝生辰八字的黄纸 一同点燃 扔进铜盆中 将你的血 滴在铜盆中 高人大声道 薛皇飞快地划破手指 将鲜血挤进铜盆 见命 开始 薛氏皇陵无人打理 如今显得萧条 一些老臣念旧情 偷偷抹了眼泪 倒不是对宣平地不满 只是 物是人非 心头到底难受 薛氏乃王国君 他们何尝不是王国之臣 这些年 为了表忠心 从来不敢与薛家接触 薛氏皇陵更是几十年不曾踏足 如今跪在此处祭祀救主 心中颇有些难受 宣平地让他们一同祭拜 猜忌也好 信任也好 无从得知 但祭拜的心 是真的 他们烧的手绢 好似有些眼熟 有的老臣低声说道 只是许久想不起哪里见过 他们好像在进行某众仪式 老臣们瞧见这一幕 心头隐隐有某众猜测 可又摸不清真相 薛氏皇深吸一口气 话破手指 将仙蟹挤进铜盆之中 鲜血触碰火焰的那一刻 吐的 呼的一声 火苗冲天窜起 惊得薛皇后退一步 差点烧了他的头发 诫命开始 高人不安 不由抬头看天 明明艳阳高照 可仙蟹进入铜盆的那一刻 乌云蔽日 竟将烈日遮挡 此刻处在乌云下 颇有些胆战心惊 薛皇深吸一口气 只劳累了半日 他便嘴里泛着血腥气 不见面 他活不过半年 薛皇全族跪在地上 祈求上仓 求上仓垂帘 护佑薛家开枝散叶 长命百岁 光复前朝 这句话没敢说出来 薛皇跪在地上 自曝生辰八字 薛皇生鱼 今日 借命路朝朝五十年 请上天见证 话音刚落 狂风卷起铜盆中的火直冲天际 江湘岸上的贡艇吹得东倒西歪 连同贡艇都被掀翻在地 天地间传来一声声恐怖的雷鸣 白日惊雷 几乎划破长空 狂风呼啸 薛氏族人竟是贵多贵不稳 转瞬间电闪雷鸣 好似在头顶盘旋 天地间浩然地微压 席卷之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变天了 众人惊慌不定 纷纷问道 吹得风沙弥漫 发丝飞舞 头顶轰鸣不断 听得人头皮发麻 浑身起鸡皮疙瘩 高人心头一惊 天地异象 神灵动目 怎么会这样 怎会天地动目 高人瞧见这 闪电雷鸣 乌云蔽日 吓得面色大变 只绝头发发麻 浑身血液几乎凝固 只是借个兽而已 他平日里没少做害人的勾当 可从未引起天地异象 你们到底 借了何人的兽 这 这是上天庇佑之人 不 不止 不只是上天庇佑 不只是上天宠 闯祸了 闯祸了 高人望着乌鸦鸦的天际 庞扶从九霄传来的雷鸣声 不断地咽口水 他好色 察觉到危险 扭头狂奔 狂风肆虐 他顶着风 杀狂奔 可还未跑出十米 便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威压 轰鸣的闪电 自头点下 闪电拖着长长的尾巴 竟是追着他而来 啊 高人的惨叫刚出口 便被席卷而来的轰鸣声掩盖 高人倒在血泊中 喂食魔 喂食魔 我们只是借个兽 借一个孩子的兽缘罢了 喂食魔 会引起上天反噬 会引起上天震怒 高人大口大口吐血 他指了指薛黄 借 借不得 借 借不得 当场气绝身亡 薛氏族人呆了 一众老臣更是毛骨悚然 怎 怎么会这样 薛黄头皮发麻 这一刻 他好似感觉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看去 闪电话破天际 轰鸣声将至 不 不 不要 他猛地尖叫起来 浩瀚的天空中 树道雷声蜂拥而至 直直地朝着 薛氏黄陵去 冷酷又无情 彭腹要摧毁一切 不 不要 不要 那是薛氏最后的念想啊 他们费尽一切代价 才保留下来的 前朝黄陵啊 众目睽睽之下 薛氏黄陵被粗壮的雷电 批中 当场炸开 薛氏最后的念想 当场粉碎 祖坟炸了 薛氏黄陵炸了 老臣们头皮都砸了呀 娘亲呀 老臣们慌忙站起身 不断地后退 生怕被误批 转眼间 薛氏引以为傲的薛氏黄陵 炸了 石子飞剑 炸得薛氏黄陵四分五裂 连玉冠都没了 薛氏族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狂风中颤抖个不停 几个老人更是活活气晕 薛黄哭着冲进黄陵 只见漫天灰尘中 黄陵早已残破至极 噗 他竟生生吐出一口血 喂食魔 喂食魔 老天爷 喂食魔要雷劈薛氏黄陵 喂食魔呀 这是薛家最后的念想啊 薛黄大口吐血 俨然已经只剩一口气 华 华 上天啊 薛家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竟要这般 绝薛家后路 妇人不甘地哭道 抱着薛黄身子颤抖 薛黄不行了 仅有的半年寿缘 都没了 一众老臣面面相去 头皮发麻 薛家 这是做了什么啊 惹得上天变色 雷劈黄陵 老祖宗都暴失荒野 薛家心心念念地光复前朝 没了 引得上天震怒 雷劈黄陵 这踏马会有人追随 开什么玩笑 薛氏只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 再无翻身之地 好怕 陛下 我们要回家 旧臣们打了个哆嗦 薛氏完蛋了 当场扭头 忠心地回家 投靠皇帝陛下 薛氏丝毫不知 做错了什么 高人死前 一直说戒不得 难道 是八子出了差错 妇人咬着牙 恨得面目争鸣 不行 回去找忠永侯府 薛家所有人 如丧考彼 宣平帝做推手 前朝皇室做惊恶事 皇陵被雷劈 上天降下雷阀 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宣平帝新朝澎湃 大喜 他心头的疙瘩没了 他寝食难安的前朝 余孽没了 哈哈 那群总奠记前朝的旧臣 吓猛了吧 再不敢奠记了吧 祖坟都炸了 笑死宣平帝 皇帝笑声朗朗 他知道 朝朝来头不小 却从未想到 薛氏皇陵炸了呀 皇陵当场炸了 前朝唯一的血脉 活活气死 昭昭 你可真是朕的宝贝 炸了薛氏皇陵 可就不许炸我的了 皇帝轻轻他的小脸 而忠永侯府 亦是要承受薛家怒火 薛氏祖坟炸了 炸完便气冲冲地回京 拍向忠永侯府大门 围观百姓皆是指指点点 前朝皇陵炸了 炸了炸了 被雷劈的 定是作恶太多 还是当今陛下好啊 造福黎明百姓 百姓议论纷纷 指指点点几乎将薛家挤两股戳穿 忠永侯府大门露出一条缝 便被薛氏族人强势推开 干石魔 你们干石魔 竟敢强闯侯府 门房面色大变 大声怒斥 卫手的女人一脚将门房踢开 该死的东西 竟然骗到了薛家头上 老不死的 给我滚出来 什么钱也敢骗 给我滚出来 薛家直接带着人打进忠永侯府 陪氏匆匆而来 便现薛家浩浩荡荡 怒气冲冲的模样 好你个陪氏 故意透露 陆昭昭生辰八字 狂骗我们 老太太还收薛家五万两 黑了心肝的东西 竟是害得黄灵被雷劈 妇人擦去眼泪 指着陪氏怒骂 陪氏一愣 并未狂骗你们 那就是陆昭昭八字 呸 还敢骗人 她的八字 她的贴身之物 扔进火盆 便炸了黄灵 定是你们想害薛家 一群丧良心的东西 老太太阴声而来 薛妇人指着老太太 破口大骂 烂心肝的东西啊 卖孙女授元换钱 烂心肝的东西啊 百姓偷偷趴在门口 听得此话 哗然不已 这是亲祖母能干出的事吗 竟然拿孙女的生辰八字 见面 烂货 一家子烂货 老太太气得倒养 你 说好双方保密 保密 保什么密 我薛家黄灵默了 黄儿不行了 都怪你那该死的戒命 她只知道 问题出在生辰八字上 却又不知具体为何 还钱 砸 给我狠狠地砸 妇人破罐子破摔 手一挥 薛家下人便疯狂地在中永侯府打砸 陪侍响兰 还挨了两巴掌 罪毒妇人心 卖孩子 生辰八字接受 只有你们能干出来 薛妇人气疯了 她原本该是太后命了 如今 全都没了 住手 住手啊 还有没有王法 老太太处着拐杖 压根拦不住 路招招的八字给你们了 还想做什么 我们没骗薛家 老太太的解释 无人在听 薛家需要发现 他们将中永侯府 砸了个稀巴烂 直到中永侯带人回府 薛家才拿着钱扬长而去 贫穷的中永侯府 雪上加霜 当夜 前朝最后的遗孤 没了 薛皇暴毙而亡 血脉就此断绝 皇帝心病全消 皇帝在御书房听的消息 笑得合不拢嘴 昭阳公主 两岁生辰将至 今夜提前庆贺 放烟花通宵 全民共赏 皇帝大手一挥 薛家血脉断绝 前朝皇陵被炸 他才不是幸灾乐祸呢 陆昭昭猛逼地看着他 我生辰还有俩月呢 皇帝开心地哼着歌 太子牵着路 昭昭出宫 不知何时 走到了九层塔前 殿下 请止步 无必下圣旨 不可靠近 侍卫拦在身前 太子轻轻汗手 目光悠悠地看着九层塔顶 塔上有什么 陆昭昭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太子摸了摸昭昭的脑袋 他神色晦暗地看着塔顶 目光落在昭昭身上时 才多了一丝温柔 有很重要的东西 太子牵着他出宫 一直送到陆家 徐氏留太子 在府中用膳 陆昭昭期待地看着他 太子欣然应允 席间 陆昭昭开心地抱着碗干饭 抬头喝水时 瞧见太子严谨的一口饭 一口菜 挣了一下 他记忆中 有个弟子也有此习惯 一口菜一口饭 饭后一口汤 从不曾打破 他愣神的功夫 便献太子用膳完毕 端起手边的汤碗 浅浅一口 便放下 陆昭昭偏着脑袋 那个弟子叫崇月 时空之神 怎会是小太子呢 小太子就是个被人夺舍的可怜虫 陆昭昭摇了摇头 他弟子是神灵呢 昭昭可有请过平安麦 饭后 太子随意问道 许氏正了正 随即摇头 尚在侯府时 原本每月有请平安麦的习惯 但那时与陆远泽关系恶劣 此事便搁置 出府后 竟也未曾想起 是我失职 许氏突得想起 府上还未请常住府衣 他忙又紧张问道 可是昭昭身子 有什么异样 昭昭从未有过头疼脑热 唯一的肚子疼 还是吃多了 夜里揉两回 便恢复正常 太子抿了抿唇 不要给昭昭请平安麦 他 他的身子有些异常 瞧见许氏面色突然发白 太子急忙诱到 但不影响生活 许夫人莫要担忧 昭昭体质 是异于常人 若被外人察觉 只怕会多生事端 若朝昭身体不适 派人来东宫寻姑 不要让大夫把卖 太子认真道 许氏心跳如雷 惊慌是错 昭昭真的没有大碍 还请许夫人放心 赞无大碍 他点了点头 这才离开 许氏心乱如麻 却又不敢请大夫 陆朝昭见娘双眼放空 似乎在发呆 他默默伸手 偷了个鸡腿 便藏在怀中 夜晚 许氏平退左右 亲自给昭昭洗漱 洗漱时 仔细地查看 身上并无半点异样 待昭昭熟睡后 许氏待坐在床前 异样 到底哪里异样呢 许氏不由将手 放在陆朝朝鼻翼下 有呼吸 他重重地松了口气 他无奈一笑 自己真是魔症了 怎会想起摸呼吸呢 随意将手搭在陆朝朝胸口 面上笑容缓缓一致 他神色微变 将陆朝朝衣裳解开 小心地趴在他身上听心跳 平静 死一般的平静 原本胸腔中应该传来的跳动 此刻 毫无反应 许氏猛地捂住嘴 死死地咬着牙 才忍住喉咙即将一出口的尖叫 他浑身抖个不停 眼泪夺眶而出 眼睛死死地看着陆朝朝 细细密密的鸡皮疙瘩 从身上冒起 怎 怎么会没有 许氏浑身哆嗦个不停 双手颤抖着 再次覆上心口 没有 真的没有 朝朝怎会没有心跳 许氏捂着嘴 眼泪从指尖滑落 他慌忙请人叫来陆燕书 陆正月 陆元霄三兄弟 朝朝 朝朝没有心跳 许氏气不成声 三兄弟面色大变 陆燕书深深吸了一口气 趴在朝朝心口 凉酒 陆燕书沉默着墨说话 陆元消极了 陆燕书将食指压在唇角 示意击人出门说话 许氏眼睛通红 手脚冰凉 朝朝确实没有心跳 陆燕书此话一出 兄弟击人皆是心头一沉 怎会如此 人怎会无心 朝朝能吃能睡 跑跑跳跳 怎会没有心 陆正月今日恰好回府 此刻意识惊得差点跳起来 人无心 会死 但朝朝 或许 陆燕书顿了顿 并不是凡人 他心思跳脱 但偶尔也能从心声中听得几分 他曾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娘 万万不可让外人替朝朝把脉 万万不可泄露出去 许氏一边擦泪 一边点头 此事是太子告诉我的 他似乎 对于朝朝的过去 很了解 他也曾说 若朝朝有危险 可去东宫禀明他 许氏将今日太子的话 告诉陆燕书 陆燕书点了点头 他隐隐能猜到 太子与昭昭似乎有些牵扯 娘 昭昭目前并无大碍 您也别忧心 车到山前必有路 昭昭红福齐天 定会被上天庇佑的 许氏点了点头 三个儿子离开后 许氏彻夜未眠 天刚亮 陆燕书便出现在东宫前 刚下车 便听得门房来报 太子猜您要来 特意前晓得再次等候 陆公子请进 陆燕书威正 入了东宫 太子早已在书房等候 姑猜到你心中放心不下 定要来寻我 太子给陆燕书 争了一杯茶 昭昭的心 保存在极其安全之处 你且放心 他 这辈子 就该是来享福的 谁都无法伤他分毫 太子眉宇含笑 你也无需多问 该你们知道的 迟早会知道 你们能养育昭昭 是你们的福气 许氏和陆燕书鸡人 原本是必死命格 因养育昭昭 才改变命运 重来一回 这是他们抚育神灵的报酬 太子看着九层塔的位置 眼神恍惚 陆燕书回来时 陆昭昭已经起床 小家伙换上新衣裳 笑得眉宇弯弯 我要去拿赌局的钱了 陆燕书相识时的赌注 陆昭昭赢了不手 娘 陆昭昭摸了摸小脸 魏时摸 娘亲老是偷看他 许氏啊了一声 昭昭看错了 许氏急忙一开眸子 陆昭昭迷茫的挠头 真的没看吗 陆昭昭带着玄机穿 赶往赌局时 赌局门前 已经人山人海 退钱退钱 你们煽动百姓 说陆景怀有真才是玄 让我们下注 这都是血汗钱啊 陆景怀害我们血本无归 陆景怀天才之名 名不复实 连陆燕书脚丫子都比不上 众人围堵门前 破口大骂 若不是你们煽动引导 我们根本不会押陆景怀 玄机穿让护卫开出一条路 让让 让让 我们来领钱了 掌柜的 我们押得陆燕书赢 这是平据 玄机穿掏出几张单子 掌柜的顶着头上臭鸡蛋 苦着脸 看向单子 以小博大 他们竟成最大赢家 头皮发麻啊 押陆燕书的 这鸡人占大头 全让他们赢了 玄机穿见掌柜 想要推脱 便道 掌柜可看好了 这位是昭阳公主 莫要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掌柜面色一顿 小的该死 还请公子随小人点账 掌柜脸色极其难看 众人眼睁睁看着 陆朝昭灵走四万两银票 眼睛都红了 我大哥 当之无愧的天才 可不是陆景怀那种假货 陆昭昭笑眯了眼 二月会是海赌吗 众人皆是惊恐地摇头 陆艳淑公子 果真有真才实学 众人皆是真心赞叹 带陆朝朝离开 众人继续围着赌局大门要说法 甚至还有人喊着 要陆景怀还血汗钱 奇怪 陆景怀三日后大婚 他怎么还往静离圣女跟前跑 玄机穿见到陆景怀往西越使城馆走去 颇为惊讶 江姑娘的婚事 可是他特意抢了艳淑公子的 玄机穿冷哼一声 现在每日在静离圣女面前献殷勤 真是可笑 江姑娘 也不知后不后悔 毕竟 当年艳淑公子舍命救她 她却狼心狗肺要退婚 现在只怕肠子都要毁清了 活该 玄机穿偷笑 静离圣女 嘿嘿嘿 陆朝朝笑得一脸奸诈 大瓜 有大瓜吃 陆朝朝带着银票回了府 高高兴兴交给了酿青 娘 朝朝能养家了 陆朝朝垫着脚 地上一叠银票 许氏献她如正常人一般 并无一样 心头的大石头悄悄落下 许氏感慨万千 娘这辈子看男人的眼光不行 生的孩子 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靠儿女起飞 当真少见 她这辈子脸面 都是儿女正来的 明日 镇国公府老太太六十大寿 你与娘同去如何 镇国公想要大办 闻五百官 皆要过去贺寿 镇国公老太太 便是荣澈亲娘 亦是皇后的母亲 陆朝朝点头应下 朝朝也没有能送出手的东西 送的增寿服吧 送三年寿元 唉 够不够排面啊 容叔叔对我还不错的 陆昭昭心里想到 许氏一口气 差点提不上来 三年寿元 乖乖 太够排面了好吗 许氏心头狐疑 他家昭昭 驱邪增寿 镇宅保平安 样样皆行 到底是啥呀 他何德何能 生出这个小福星啊 夜里 便听说 中永侯府大门 被人砸了烂白菜 和臭鸡蛋 据说 是赌书的百姓 盛怒之下砸的 陆景怀对此不知可否 陪氏请来的高僧 住在小佛堂 大抵因为侯府不顺 老太太越发虔诚 府上不顺 你便多费些心力 老太太接连受刺激 说话有些结巴 陪氏笑着道 看了眼佛堂内的高僧 今夜 儿媳便在佛前跪通宵 跟着高僧念经 已是虔诚 老太太含笑点头 如此 极好 远则近来不回府 辛苦你了 老神会多劝劝她的 老太太点了点头 也莫要太累 明日镇国公府寿宴 万万不能误了时辰 裴氏笑着应下 带送走老太太 裴氏进了佛堂 丫鬟关上大门 屋内煞时变得阴暗 高僧偷偷捏住裴氏的掌心 娇娇 你这招客真高 咱们一家 终于能安安稳稳住在一起了 男人粗力地大手抚过裴氏面夹 裴氏脸颊酥酥麻麻的 他恨陆远泽 将他取进门后 对他却又冷漠至极 如今 更是十天半月不回府 素在外头 让他成了笑话 他心中存着报复的心态 将男人带进府 两人佛前偷欢 与老太太一墙之隔 天色刚亮 裴氏一身酸疼 他强撑着酸软的双腿站起身 你快收拾收拾 莫要被人发掘异样 他屏退丫鬟 自己回到主院 陆锦怀已经站在院中 母亲 您从何处回 陆锦怀目光带着审视 眼神落在他耳肩上 仿若历刃 裴氏心头秃秃 压了压心头慌乱 你祖母让我去德善堂祈福念经 念了通宵 此刻刚回 裴氏将柔妖的手放下 他知道 陆锦怀极其抵触那个男人 绝不允许他与那个男人私混 裴氏有意避着他 他至今不曾现过高僧的模样 陆锦怀目光收回 只眼底暗藏着几分狐疑 怀哥 你近来是否对云锦冷淡了许多 裴氏小声问道 将负已是二品 将来对你仕途有意 你也哄着几分云锦 云锦心愿你 哄哄便好 你莫要 整日跟在静离圣女身后 江家不满 本来陆锦怀不曾拿下戒缘 还输给陆燕书 就惹得江家有意见 陆锦怀皱了皱眉头 将云锦与你抱怨了 哼 无非是看着陆燕书有前途 后悔了 陆锦怀心头冷笑 娘不必担忧 江云锦已是我的女人 除了嫁给我 他别无选择 陆锦怀语气轻挑 颇为不屑 你可要注意身子 会是定不能再生病 娘还等着你参加电视 捧回前三甲 否则 你爹那里也不好交差 裴氏殷切地劝说 酿得地位尴尬 锦怀 你要争气 不能输给许氏的孩子 裴氏明里暗里与许氏攀比 他不愿 输给许氏 陆锦怀轻声应响 今日 我随娘去参加郑国公府的寿宴吧 郑国公府地位超然 竟离圣女也会前往 陪氏洗漱一番 便带着陆锦怀陆锦瑶出门 他们到时 郑国公府门外 已经停满马车 陆朝朝正骑着狗问门房 我的狗听哪里 门房一脸猛逼 您这狗 算宠物呢 还是算坐骑呢 陆昭昭挠头 玉书笑得直不起腰 急忙将追风抱回马车 追风长得飙肥体壮 当心被人宰了吃肉 陆昭昭拍了拍肚子 总觉得 玉书在内喊我 许氏差点笑死 许氏刚下马车 荣澈便亲自出来接他 许氏脸颊微红 今儿不少姑娘冲着你来的 许氏看着他打去 荣澈瞥了他一眼 心有所属 冲我也没用 许氏 许氏一入内 便收获了大批目光 拜见昭阳公主 众人对陆昭昭行大礼 戴起身后 众人目光在荣澈和许氏身上打转 奇怪 郑国将军对女子 最是没有好脸色 怎么在许氏面前 如此殷勤 荣家老太太 轻易地拉着许氏 云娘可是我的恩人 你们可不能慢带云娘 老太太当即给许氏长脸 众人恍然 原来是因为许氏救过老太太啊 许氏坐在一众命负中间 笑意盈盈 许夫人有福气 长子得众戒缘 只怕状元也不在话下 许氏低调地摇头 只说一切尚未定下 做不得准 哎呀 江姑娘也不知后不后悔 许氏淡淡道 儿女无缘罢了 陆朝朝软软诺诺道 她命中无福罢了 众人惊叹 昭阳公主的直接 同言无忌 同言无忌 老太太打着 她就喜欢朝朝这张嘴 仗着年纪小 噎死人不偿命 江夫人面色微僵 只低头喝茶 江云锦在家中秀 嫁衣代嫁 并未出门 江夫人只恨陆景怀不争气 输给谁都可以 但不能输给陆燕书啊 此刻是面上笑嘻嘻 心里MMP 瞧见许氏面上的笑容 格外碍眼 而陪是那尚不得台面的东西 今日连衣裳都是旧货 江夫人越想越气 江家拿出所有家当赌陆景怀 竟然赔得血本无归 光是想想都要呕血的程度 他所有私产都搭进去了 陆昭昭坐在母亲身边 瞧见江夫人对陪侍的不耐 偷笑道 两家还未接亲 便已经起见戏 只怕接亲后 有得闹 哎呀 江云锦为了做状元夫人 抛弃大哥 嫁给陆景怀 他哪里知道 陆景怀 剽窃大哥文章呢 嘿嘿 等大哥中状元 江云锦要活活气死 宴席 众人纷纷入座 许氏有告命之身 身侧都是有身份的贵人 裴夫人 您可不能坐这里 你啊 是小门小户出生 不懂世家规矩 这每个位置 都按规矩排位呢 常公主抱着一双儿女 笑看着裴氏 许夫人儿女争气 给他争了告命 他当然要做主桌 你啊 还是做门口那桌吧 裴氏一张脸铁青 心头屈辱不已 而陆昭昭 瞧见陆景怀离席 他趁许氏不注意 也偷偷下了桌子 玉书急忙跟上他 噓 握带你是大瓜 陆昭昭眼里 彭扶流淌星河 灿烂耀眼 玉书立马住嘴 这就是八卦的力量啊 两人猫着腰 跟在陆景怀身后 陆景怀尖穿得格外 轻眷俊了 避开侍从 一路进了镇国公府后院 奴婢方才听说 敬离圣女有些罪意 在后院歇歇 不会让他得手吧 玉书震惊地瞪大眼睛 他竟敢对敬离圣女下手 好家伙 难怪对江云景 爱搭不理 陆昭昭黑黑一笑 下手 笑死 怕是陆景怀一生的噩梦吧 陆景怀这段时日 想来与敬离圣女 混得颇为熟悉 他用圣女给的信物 支开了侍女 警惕地左右看了看 进了房内 玉书星都提到了嗓子眼 路朝朝腿短 只能趴在门缝处偷看 果然 敬离圣女 面颊通红地倒在床榻上 露出几分罪意 圣女 我来了 并 白 领